哈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集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支影片的片尾 有一个我们频道回馈粉丝的抽奖活动 奖品是价值1500元台币的宝石姐原厂周边商品 我们频道有七成都是女性观众 也许你对彻辞的主题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那么你可以利用说明栏或是置顶留言的章节目录 直接跳到抽奖方式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车子或是对宝石姐没有兴趣 那也没有关系 也许你的男朋友老公兄弟亲友或是男性朋友 他们对车子或是宝石姐很热爱的 你帮他们抽这个奖品作为生日礼物或是圣诞礼物 相信他们应该会蛮开心的吧 另外如果你现在在台湾 然后将来打算来德国长期居住 不管是工作读书 想在德国开车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台湾人的驾照福利那个章节 超重要的哦 必看必看 今天这集的内容主要会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老公来试驾宝石姐的第一台电动车的一个体验分享 我们今天先来拿车 然后明天我们会正式的试开 所以第二部分是我跟老公会聊一聊 德国的汽车工业 还有他在这边开车30年以上的心得 第三个部分是带大家看一下汉堡的保时捷销售展示维修中心的环境 然后会看一下几台车在德国卖的价钱 第四个部分是关于台湾人换德国驾照的福利 在德国长期居留想要开车的人一定要去看一下哦 第五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为了回馈粉丝所举办的第一次抽奖活动 方法简单而且完全免费 请大家多多帮忙转发 让你的亲朋好友也一起来参加吧 我们之前来看车的时候 保时捷有招待我们喝他们的咖啡 他们的咖啡杯还有糖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印有保时捷的logo跟字样的 旁边这一区的周边商品也都卖得很贵 像这一台保时捷的玩具车就要卖149欧元 大概是台币4857块 还有台湾人到德国非常喜欢买的remova行李箱 银色这一款是跟保时捷联名的M号的 它是卖659欧元 台币的话大概是21480元 帮大家换算一下大约是472万9千多台币 这一台就是保时捷出的第一台电动车TICAN 它在这边卖的是11万欧元 大概是台币390万 我觉得它的造型和颜色都蛮好看的 不过我们试开的不是这一台 我们的是黑色的 接下来黄色的这一台叫PORSHA 718 KMAN GTS 它这边是卖73900欧元 用即时汇率换算是240万8千多块台币 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家保时捷的展示中心的环境 其实在汉堡有蛮多家的 这一家我觉得还蛮大的 整个上班的区域包括它的厕所 都很有设计感 觉得在这边上班的人应该蛮幸福的 我们来试电动车的这一天 大概是5月的某一天 后来过了两个月之后 在7月14号 欧盟主席发表了 Fit for 55的新法规草案 主要就是说2035年之后 要禁止贩售燃油车 最近几个月也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车的充电桩 在各处建立起来 我老公的公司 电动车已经不只是趋势了 它是不久的将来 即将会取代燃油车的一个事实 虽然电动车现在还有很多的缺点 人们也都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不适应 不知道去哪里充电 仍然因为各国法规的关系 我们还是被逼的要去适应电动车的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开一下 宝石杰出的第一款电动车 这里每个人办公的位置都好大 相隔好远 这一台就是让我们试开的宝石杰台看 是黑色的 试一下宝石杰最新的台看 在德国开车载小孩一定要准备器座 因为我们的弟弟已经不是baby了 所以他做这种增高的器座就可以了 35公斤以下的小孩都要准备哦 这是车子的整个外形 那我现在要上车咯 全部都是电动的 然后门一关 他车子就会自动启动 给我他的牌子 这边牌挡在这边 这样就开始了 上车就可以完全没有声音 那上面是玻璃的 玻璃的屋顶 要走咯 就这样子 完全没有声音 那你觉得这个油门踩起来什么不一样 这油门其实就是像一个 只是像一个电插头一 就是开关 根本不像油门 只是一个开关 因为踩起来就是 就是接上电的感觉 因为它整个是安跟off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仪表板吗 这仪表板就全自动的 那它这有一个转钮 就是你要不同的驾驶模式 是要Sport 还是要Sport Plus 还是要Normal 对 那这边就是它的转速表 跟它的移车表 其实整个就是都是自动的 这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开Taycan 之前我有开过Tesla 那因为Taycan是比较新嘛 这是保释捷第一台出的 纯电的 纯电的 对 那现在电的状态是已经满了吗 对 Taycan 最基本型的 它充满电可以跑325公里 它今天借我私开的这一台车 是全新的 只是跑了8公里 哪里显示8公里 现在这边看不到 不过等一下如果停一下 就看了 这边是6啊 有这边现在是 刚刚8现在是6 哦 真的非常的细 全新的 就是非常的细 因为它是第一台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台 还蛮有那种经典的价值 虽然说 电车好像 胎换率很高 就像iPhone这样子 每年都要换一台 这软体更新啊 应该会很快 拿来充电的时间会变短 好玩具 真的好玩具 你别去找了吗 你别去找了吗 嗯 你来个玩具 你来个玩具 那不是 唐人 這條大橋是嗎? 我們現在已經28公里了耶 對啊,總共開回來 在這裡 我發現它這個板子是一個圓弧形耶 對 一個圓弧形 前面是丹陀 很熟悉的火車站 它真是說下就下 弟弟吃sushi 你還剩下哪幾個我看一下 前面是Atlantic 哇,貼背感 貼背感 超遠 這是Atlantic 我覺得它整個照後鏡的視野不是很好 因為後面都被三個座椅擋住 特別現在下雨的話 後面基本上是看不太 看不到 對啊,因為它的那個 有三個很大的枕頭 然後那個玻璃又超小的 不過開起來貼背感當然是超強的 那整個車子其實就像一台遙控器 小時候在玩遙控騎車的感覺 那當然也沒有什麼聲浪 當然以代步車的話我覺得 現在因為充電的地方還不多嘛 而且它充電時間需要還是相對比較長 我還是會選擇 我還是會選擇油電車或者是 汽柴油車 假如是 休閒用的話 我目前應該還是會考慮 如果同樣一台保濕鞋 我覺得還是 汽油車 開起來比較過癮 嗯哼 你看馬上又放晴了耶 這個漢堡天氣實在是 輕視多雲偶正 對啊,太細菊花了 我同樣是 花十萬歐元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選擇 九一或七一八 如果以跑車來講 因為這台畢竟就是有點叫跑車 四門的 其實這台比較適合就是 乳班代步用 可是代步用的話 其實 裡面並不大 而且它內裝真的還好 就是好像滿塑膠感的 這很塑膠 這都是塑膠 那當然你可以定全皮的啦 也可以定 只是陽春型的 標準配備 這個都是塑膠 這都相對比較塑膠 然後它台看這個 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的排檔是在這邊 其實就像一個波的key 然後Puck也是一個按鈕 真的很 也是唯一少數的 算是有 有點機械式 開關 沒有用按鈕 超精英 真的是超精英 很有玩具車的感覺 很貴的玩具車 我覺得基本上 整個駕馭感 真的還是不錯啦 開起來也蠻舒服的 蠻容易開的 如果以代步車我覺得 讚 好我們到了 這台保時捷台看 在我們家的車庫 睡了一個晚上 我們現在要開它 再次出發囉 好 好了 好了 這連上去 整個分成大概幾個部分 這邊就是儀表板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PCM 就是Porsche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就所有的電話 Navi 收音機 還有所有的調整 都在這邊 包括那個 Air Condition 都在這邊 那在中間有一個Display 也是調整整個空調的 中央控制的儀表板 基本上是三個小螢幕組成的 第一個小螢幕大概就是 顯示一些調整的information 那這邊中間地圖 那右邊就是所有的 基本上就是PCM的一些資訊 還有跑車套間的計時器 都在這邊 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台灣家庭 哈囉 今天呢 我們來試看一下 保時捷的第一台 純的電動車 叫做TaiKan 那剛好可以請我老公來 跟大家聊一聊車子 其實呢 我本人對車子這個主題 對我也是沒有什麼興趣 我想一般女生應該是這樣子 只是說因為我的頻道是做德國的 我覺得汽車應該算是德國一個 很有代表性的產業 就是提到德國 大家一定會第一個想到 它的汽車工業 那為什麼德國的車子會 這麼的有名 我覺得 在整個汽車製造 跟德國人的個性還蠻有關係的 因為他們不惜代價追求完美 那要把一台車子做到很棒 那就是當然很多的部分 對 那像 我認為他們做IT產業就很不適合 因為 一個IT產業的產品的壽命 只有半年一年 那一台車可以賣個五年十年 甚至現在古董車三十年五十年 一百年都還在賣 那我覺得這個產業非常適合德國人的個性 就是產品的泰幻週期會太短 可是像這個電動車不是泰幻週期很短嗎 對 其實他們研發很久 可是一直不願意導入 他們一直想賣柴油引擎 因為柴油引擎效能是最高的 最省油最經濟 對 然後在低轉速的時候扭力就很大 那也很 柴油引擎也很耐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不太願意換 可是因為現在時代所需 為了環保 那包括Angela Merck 也都 下令 2025年以後 不能再有存油的車上路了 掛牌上路 所以也三令五升跟他們汽車產業講 你們必須要導入全電的 所以以後不會有 全油 就是要至少是Hybrid 油電混合或者是電車 不然你是2025年以後不能掛牌上路 那到2030年 他們希望能掛牌超過1000輛 然後有100萬個充電站 我覺得電車是一個趨勢啦 大家也不需要去拒絕 雖然說 我今天開的這個存電的開看 我個人覺得代步 真的很棒 因為很好開 可以有駕馭的感覺 只是沒有聲浪而已 因為它真的做的 跟讓你駕馭起來 真的駕駛起來也有跑車的感覺 可是我就說 如果你還是追求那種聲浪 那確實 這次電車永遠沒有辦法給你的 那 所以我才覺得 油電車 會是一個 可能 一個替代方案吧 在我下一台車的話 再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在德國我們有一個19%的價值 所以因為台灣我記得是5% 那台灣的高檔車的有進口關稅 我記得也是20% 那所以其實德國跟台灣的價差 我個人認為應該在10%左右 可是 有一些 Model 我覺得車商抓的利潤會相對比較高 因為他們還是有他們的成本 車子應該是美國最便宜啦 因為美國那邊除了競爭因素 然後他的 他用一輛支架 那台灣畢竟是小市場 那再來就是講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要 願意花這麼多錢買德國車 其實我剛來德國的時候 有開過日本車 那 日本車呢 就是Honda Accord 那我覺得這台車以前真的很喜歡 可是有一次我就是開上高速公路 開到180呢 然後經過一台卡車旁邊 差一點被風吹走 就差一點 就飄走了 那從回來之後我就把那台車買掉 因為不是說那台車不好 而是 低缸門比較薄 車身可能比較輕 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確實 有一些問題 那台有就是安全性 那所以後來從此之後 我都是選擇德國車 因為我們在德國 高速公路就沒有限速 常常會開到200以上 如果說你的車子的 配重不好 或者筆盤夠好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整個在行駛的時候 不好操控或是中心不好 很不穩 就是會飄飄的 會飄 真的 對啊 我老公他算是 免費的 超級粉絲 那 因為在台灣 小時候就是 說要開便盧的 後來我覺得 開過德國車之後 你再回去開日本車 或是我記得小時候 從台灣的什麼芋龍 或者是什麼福特千里馬 天王星開始 開100 可能都一樣 可是當你開到200的時候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 可是我是真的覺得說 在台灣 如果 一般代步 或是只是一般正常使用 沒有要飆車的話 大家還是考慮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多花那麼多錢 買德國車 對 真的如果用不到 只是 當然他可以 因為我覺得德國車 還有就是 他真的可以讓你開個三五十年 堅固耐用 沒有問題 因為又一台車 已經二十年的 還是很好開 對 提到開雙B就是一種 地位的象徵 對 那在台灣可能比較 就是說 你一個社會地位的象徵 那 如果 以 使用性來講 齁 那 在德國 還有一個就是安全性 齁 那我覺得在德國車 在德國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德國車 嗯 然後 如果跟美國車比起來 其實他還是 德國車還是相對經濟實 會省油 對 那所以 這一台到底 要多少錢 就 台看的 基本款 好 這台是基本款 400匹馬力 然後 德國的 基本價是 8萬5起跳 好 那不含 那些有的沒有 你知道德國車 就是到選配 嗯 好 那選配之後 差不多要10萬歐元 那是含稅 含了19%的稅 嗯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台灣多少錢 要再查一下 可是你如果在德國開的話 還是會含稅啊 對 在德國 可是你如果是公司開 就可以退稅 嗯 嘿 那台灣的話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嗯 在德國開車的話 養一台車 的費用 大概有多少 以德國車來講 基本上 保險費 都 不算太貴 那特別是德國自己產的車子 因為 它的 維修費 吼 還有它的造勢率 吼 基本上 都不會太高 那 這會影響到保險 並不一定說是西西蘇大 或是馬力大的 保險費就高 好 那它保險費的 費率 的決定因素 主要是 這一台車的 呃 故障率 造勢率 還有它的 維修費 這樣子 嗯 那至於稅金的話 以 一台 汽油車 200匹馬力 左右 一年的稅金 燃料稅 大概是 300塊 五元 好 最後呢 特別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身為台灣人的福利 就是我們可以 現在用台灣的駕照 在德國 換德國的駕照 但這個的前提呢 就是你要在 來德國 長期居留之前 就已經 考了台灣的駕照 如果你已經來德國 長期居留了 然後你想要再回去 台灣再考照 再來換的話 這是不可以的 還好我來之前 我就已經 早早的就考好了 半年多錢吧 對 我無意間看到一個 也是做德國的 一個網紅的影片 然後他居然說 他要回去 台灣考照再來換 然後我就趕緊 在他下面留言 說你別忙了 因為你一趟 回台灣機票也要四五萬塊吧 然後你在台灣考個照 可能也要一萬多塊吧 就是你這個六萬塊 可能是白花的 因為你弄完一張 台灣駕照來這邊 結果 他就會不讓你換 所以大家還沒有來 德國長期居留之前 一定要趕快在台灣 考好照 因為相對來講 台灣考照就比較容易 我們可以在駕訓辦原廠考 然後在德國的話 一切都是在 實際的道路上進行 而且他的筆試就是考德文 好像可以選英文嗎 應該可以 筆試 對筆試可以選英文 但是絕對沒有中文 德國考駕照很貴 聽說 大概要三千塊歐元 然後你如果不想花這麼多錢 而且還要考英文或是德文的筆試的話 你來德國長期居留之前 你來德國長期居留之前 一定要在台灣先把駕照考好 這是我們台灣的福利 千萬要把握的 而且這個福利是去年一月份開始 才實施的 就是現在新任的謝大使 爭取來的 我覺得這真的對台灣人 是一個超級大的福音 可是你如果說你一旦在這邊長期居留 你就只有唯一的選擇 就是在這邊考了 是的 OK 記得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現在要來揭曉我們的抽獎獎品了 我們的獎品是一個Porsche的 原廠馬克杯 這是Origin of Epacom 這是我們拿到的時候就這樣子的 所以它其實是新的 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它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全新的 還蠻大的 下面有寫Made in Germany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Germany 官網這邊的話是25塊 公元 其實就是一個馬克杯 不過你也知道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原廠的周邊商品 那就是那邊周邊商品都賣得還蠻貴的 保證正貨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抽獎的辦法 非常的簡單 而且完全密備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在這個影片上面按個讚 然後再留言要留 我要寶石解馬克杯 我要寶石解馬克杯 對就這一句話 因為我是用那個抽獎軟體來抽的 不是說我自己隨便這樣看一個人抽 不是 所以你如果沒有訂閱的話 你騙得了我 但是你騙不了那個抽獎的系統 他就會直接幫你排除 他就直接把沒有訂閱的人排除掉 本來老公是說 抽一個幸運觀眾 那因為我們有兩個杯子嘛 所以 如果大家 轉發這支影片超過 五萬次觀看的話 我們就會抽兩個幸運觀眾 那我們稍微算了一下 就是這個杯子如果要運去台灣的話 運費大概是15塊歐元 那我們一萬次觀看的話大概有10塊歐元 所以至少沒有賠本太多 所以這個五萬次觀看是這樣來的 那如果你要支持我們的頻道的話 就是麻煩幫我們多多按讚留言分享 那有一些非常好的粉絲 就是願意幫我什麼廣告看滿 我覺得是沒有這個必要 就是廣告你就把它點過去就好了 因為你幫我看完廣告 我可能只多賺個幾毛錢 然而你的時間 遠比這個幾毛錢還更珍貴 所以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你們來看影片我已經是萬分感激了 好 那就祝大家東大獎囉 掰掰